大家好, 歡迎收看主Youtuber 今集會和大家去澳門, 吃盡現在最潮的食物 還會去買全世界最好吃的罐頭 想知道有沒有福, 就記得看到尾啦 首先, 和大家去這期紅到爆 不吃就好像沒來過澳門的Ghost Bakery 吃個奶落花杯子 整個拳頭這麼大, 外形除了像玫瑰花之外 更像巨型葡萄 外層酥皮夠鬆脆, 咬下去非常有層次 中間就有很多流心奶落芝士 上面有焦糖, 味道像焦糖燉蛋 真的做到外脆來軟, 味道酸酸甜甜, 超好吃 除了阿豬巴吃的原味之外 還有抹茶和玫瑰味, 值得來一試 天氣這麼熱, 找間餐廳涼一下冷氣 來到Mr.Lady, 吃個香蕉梳芙梨 蛋味超濃, 軟軟軟, 口感正到不得了 香蕉面有焦糖, 脆脆的, 正 整碟不太甜, 配合巧克力醬和D Cream 整件超邪惡, 這裡環境和服務都不錯, 推薦 吃完東西就去逛逛街街 逛街街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 分享和留言 點讚GTuber, 多謝! 來到打卡勝地戀愛行 戀愛中的你, 記得和另一半來拍照 單身的都要來, 說不定會一個來兩個走 玩到有點累 還可以在Arabica 喝杯咖啡, 或者很甜蜜地吃一杯雪糕 這杯咖啡的雪糕, 質感就很軟滑 咖啡味略嫌淡了點, 甜味就不算太甜 我第一次光顧這間店, 竟然是在澳門, 而不是在香港 真是猜不到 50元一杯, 這個價錢真心覺得貴 吐完一陣, 就去葡文書局辦文青 葡萄就吃得多, 葡萄杯大家又見過沒有? 還有葡萄酒, 喜歡葡萄的朋友仔 可以一套買回去慢慢地 來到可樂博物館 這裡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可樂紀念品 可樂迷一定要來尋寶 尋完寶, 又是時候吃點東西了 來到紮營機, 試下個潮到爆的葡萄雞蛋仔 蛋味好濃, 好脆, 味道真的好像在吃葡萄一樣 不會太甜 來到澳門, 怎麼都要買些手信 這次就來到澳門葡萄辣魚店 是買各式各樣魚罐頭的, 有超多款式選 其中有一款, 還被譽為全世界最好吃的魚罐頭 阿豬巴就買了幾罐不同款 確實真的超好吃 除了罐頭之外, 還有葡萄牙啤酒 大家不妨一試 買完東西就到晚餐時間了 來談家魚刺, 做碗刺拿下口 花膠海參中歐刺, 湯稠稠的, 很鮮甜 海參夠軟, 刺很有質感 花膠夠滑夠軟, 但很像魚肚 總括來說, 好味的 加上少許辣的魚刺醬 整碗東西馬上昇華了 建議大家一定要加上來吃 多個鮑魚拌飯 感覺上和福建炒飯差不多 少許甜甜的, 但偏鹹 鮑魚和冬菇都夠軟 味道就不過不失了 旁衣背後, 撇開美麗包裝外層 讓你知道實際情況, 讓你三思而後行 GOT BAKERY 的奶落花杯子, 是好吃的 不過, 三十八元一個 個人就覺得稍為貴了些 還要排長龍都未必買到 值不值, 就見仁見智啦 Mr. Lady 的梳芙里 那餐吃了一個梳芙里加兩杯飲料 賣單160元, 價錢還可以啦 梳芙里確實是很出色的 Arabica 的那杯咖啡雪糕 本來是沒想著吃的 但天氣實在太熱了 頂不住要進去休息, 所以才光顧 誰知就這樣就服了 想不到一間咖啡店賣的咖啡雪糕 是沒有咖啡味的 就當給50元去坐下涼下冷氣啦 至於最潮的紮燃的雞蛋仔 老實說, 確實令我有點失望 是好脆的 不過, 哪有新鮮出爐的雞蛋仔是不脆的 至於味道方面 我就寧願吃過真正的葡萄啦 38元一底, 還要等20分鐘 我就覺得不值啦 晚餐的譚家魚翅 整體來說, 味道不過不失的 環境就一般, 但零服務 阿豬巴吃了一碗翅, 加過飯 整多罐汽水, 埋單166元 又不算貴的 這裏的刺, 由幾十元至一千元碗都有 相信總有一款適合你 今次最值得推介的是 澳門葡式辣魚店的罐頭 真是超好味 不過代價就是 好貴 一罐罐頭, 由四十幾至八十幾元不等 果然是一分價錢一分貨 一連三集, 和大家介紹了澳門 包括有 不怕曬黑的鮮蠔影匯水上樂園 有不愉快經歷的鮮蠔影匯酒店 和今集的 澳門食買玩一日遊 未看之前兩集的話 就記得去看吧 大家又有沒有去吃, 買, 玩 和住過阿豬巴這三集 介紹過的東西呢? 和你們有沒有試過澳門好玩, 好吃 或者抵住的地方可以介紹給我呀 等下豬巴下次可以去試一下 玩之餘又可以拍下影片 分享給更加多的人知道 有的話不妨留言告訴我 分享下你們的體驗呀 和你們去澳門 會喜歡搭船多些 還是搭金巴多些呢? 留言告訴我 分享下你們的感受和想法 下一集 阿豬巴會和大家北上 去一個大人小路都會玩到 不捨得走的地方 想知道是哪裏? 那就記得要按個鐘仔 留意下集的GTuber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見, 拜拜 下集見 下集見 在這裏 這次的影片